有一個朋友他是說他太乾了 所以他拚命用那種 滋潤型的洗髮精 滋潤型的洗髮精洗是沒有用的 不行 因為你洗髮精它是detergent 它是一種清潔的用品在裡面 所以一樣就在什麼滋潤還是洗掉 對 它還是把你弄掉 對 就要減少了油脂 那像剛才邱醫師你講那個方法 它還要再洗掉嗎 要要要 不然它有了吧 是嗎 他就是包一下 包個幾分鐘 對 因為它會接觸到你的頭皮 對 然後再加上一個滋潤 就是稍微把它 用浴帽 稍微把它 對 把它包起來這樣 很有效果 好 所以這個按摩頭皮 其實是幫助我們血液循環 那當然是可以按摩頭皮啦 可是對抗這個頭皮靴 好像效果不是那麼好 好 再來看到下一個方法了 這個就妙了 用生雞蛋來洗頭 去除頭皮靴很有效嗎 這是哪裡教的方法呢 大家網路上有很多網友 有各種不同的屁股啦 那請問一下 我們最早比較常聽到的是 用鹽巴 然後用醋 對不對 就是廚房裡面用那些調味品 還有用薑 或是蒜這樣子 去按摩 去塗 然後他覺得說這樣子可以去頭皮靴 可是我覺得像雞蛋是之前是覺得 好像蛋黃洗頭可以互防 這是比較覺得是 也不是那麼好用 那用生雞蛋整個打在頭上嗎 沒有 不是 我曾做過這麼蠢的事 我不是說用這樣洗頭蠢 但是我自己覺得很蠢 我是用蛋清 然後再用熱水沖這樣子 變成蛋花這樣子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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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那麼笨 但是我用蛋清這樣洗 因為我那時候頭髮真的很油 那時候就這樣洗 洗完之後再去沖 我不覺得說它有比較少油 但是多了一種氣味 蛋清味 我就不喜歡那個 就不喜歡那個味道 然後你就得再去用那個洗髮 清潤 濕洗的 是嘛 再洗 它不是多此一舉嗎 是啊 所以後來我就不用了 因為但是我試過 我覺得效果並不好 是 那榮醫師你覺得這個方法 其實這個的話 應該是它對去除頭皮屑的效果 可能有限 因為它其實那個生雞蛋 我們是用蛋清 不是直接用蛋 對 是用蛋清的部分 它其實是在做潤髮跟護髮這個部分 還有像那個蛋裡面一些胺基酸 像以前的人 他沒有像現在那麼好的洗髮精 直接就什麼胺基酸洗髮精 或什麼蛋黃洗髮精 這麼營養的東西 那就是拿天然的一個成分 那這天然成分 剛剛有講說 造成頭皮屑的原因很多 但是它這不見得是適合所有的 像剛剛如果是植肉性皮膚炎 如果你是毛囊炎這一類的人 你有傷口的 其實就不適合用這些東西 再去做清洗 他說這個部分的話 還有就是之前我有一個老師 他就是用那個雞蛋洗頭 然後頭髮非常漂亮 然後但是他後來跟他朋友講 就確實他是用熱水沖 結果來 結果我沖了 就是白天蛋花 有蛋花湯 頭皮的蛋花 就真的是蛋花湯 而且還有就是 如果你自己用那個 要用雞蛋的話 其實不能太乾 有時候太乾的話 它也會洗不掉 OK 這個我的看法是這樣 可是是算網路流傳的謠言 沒有什麼醫學上的根據 是 對 但是你說用 會不會造成不好的影響呢 除非說你蛋弄上去以後 沒有洗乾淨 就造成它腐化了 酸衝 對不對 當然對頭皮會造成傷害 否則基本上來講 用一用再洗掉 也沒有什麼大礙 應該是還好 除非你頭皮上有傷口 就不要去試 頭皮上有傷口 或是植肉性皮膚炎 毛囊炎這些 應該會越洗越糟吧 當然有可能 因為你知道它是一種蛋白質 對 蛋白質的話 它增加細菌的營養 在裡面就支撐了 如果用鹽巴去塗呢 鹽巴塗 沒什麼道理啊 鹽巴給我 殺菌啊 加一點調味料這樣 加一點調味料 所以用鹽巴也不OK吧 沒有 沒有道理啦 用鹽巴 用鹽巴可能是這樣 可是蠻多人用食吧 對 去餃子 我們去起商務場 是不是鹽巴這樣子脫吧 對啊 做去餃子 然後頭皮也可以 但是你 但是你餃子把它去掉 它繼續再生出來嗎 你第二天還不是一樣又來了 你用原因根本沒解決 是 那就不用再講那些醋啊 或醬啊 那那個是 就是撇布啦 這個不要再用了 那當然呢 兩位醫師你們認為 最有效去去除頭皮穴的方法是什麼 我認為還是第一個 用去頭皮穴的洗髮精 然後如果你本身頭皮有病變 你要治病的方式來把它醫好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幾種病變 不一樣的病變 事實上治療方式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所以還是要找專業的醫師幫你看一下 是 要判斷一下 一般來說覺得說 頭皮穴有什麼關係呢 又不影響到我人際關係 又不影響我工作 可是他其實不根除的話 其實麻煩還滿多的 對 我覺得就是給人外觀 我們常常講說人際之間的交往 其實55%是看你的外觀 你外觀上面都是雪花飄飄 人家就是你是不是 個人衛生很不好的一個人 對 影響上就 尤其是業務代表 我覺得一定要 如果他每天面對的是人 對 那他如果每天面對的是機器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可是如果頭皮穴很多的人 你要那個機器 會塞住機器是不是 會影響到那個安全 那個無程式 他不允許有這個頭皮穴 是 他頭髮給它包起來 所以你看看我們進手術室 一定要戴帽子 就這個道理 因為頭穴會掉下來 對 要無菌 我想聽我有一個朋友問 因為像他們不喜歡用 抗穴的這種洗髮精 因為他覺得用起來感覺不好 所以他們會去買那種精油的 精油的洗髮精 因為現在好多精油的洗髮精 他們也號稱說也可以什麼 尤其是那種什麼茶素精油 因為他覺得它可以殺菌 其實價格也很貴的 那種用起來可以嗎 茶素精油最近有醫學報告說 是有點效果 其實也是可以的 但是還要再做更多的研究 基本上目前看的時候 好像有點效果 OK 好 用精油的 只是比較商品 比較貴一點 好 那中醫怎麼樣提供 最有效的預防頭皮穴方法 其實我們會還是看體質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跟濕熱有關係 跟血虛有關係 然後再來有時候 都是跟情緒壓力這個部分 所以除了你來做吃藥調整之外 其實我們常常也會建議變化 要改變你的一些觀念 像菁耀哥剛剛講說 他朋友就是要吃麻辣鍋才會輸 其實就是你錯誤的觀念 你吃什麼東西 你怎麼樣去作息你的 每天的一個日常生活 它其實就是回饋到 你自己的身上 所以有時候我們醫師說破嘴 可能病人聽了也覺得 他不改變的話也是沒有用 我就覺得我就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其實要從真正 自己健康的觀念做起這樣子 好 如果有些人體質是真的 一吃那種比較燥熱的東西 就發了的話 那可能就要盡量避免 有些人吃再多也不會發 對 那是體質 它的營養 身體營養不平 所以我常常講說 其實你的身體會講話 你知道嗎 你吃了什麼有反應 那你不知道 他已經在告訴你不要再做了 你還硬要做下去 那就沒有辦法 好 今天的健康問診是 是50歲的徐媽媽來自於台北 他請教我們的問題是 他有一個女兒念高中 因為有頭皮屑的困擾 所以都不喜歡留長頭髮 他覺得短髮 頭皮屑看起來比較少 所以他覺得有點心疼 他想請教醫生 頭皮屑跟頭髮長短會有關係嗎 他女兒現在青春期 因為青春期的後半段了 高中了 怎麼改善頭皮屑的問題呢 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你就算離光頭了 你還是會有頭皮屑 所以趕快帶給醫生看一下 頭髮長短當然是沒有關係 只是說頭髮長會黏到比較後面 黏得比較多嘛 真的頭髮多虛這樣 是 好 那青春期 像有些人真的是青春期 荷爾蒙作祟 青春期過了之後會好一些嗎 有的會好 有的不會好 就像胡臭 有的人過了以後還是一樣 味道還是一樣濃 所以這不一定 要看個人 好 所以找西醫 或找中醫 去做一些調理 做一些醫治 這個是很重要的 提供給徐媽媽作為參考 謝謝四位專家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